大家好,我是强强 今天聊一部1986年上映的经典老片 《诗信的村庄》 张贵芬跪在佛前,不停地祈祷着 他希望佛祖保佑 保佑外甥小黑今天的相亲能成功 眼看就要28了,还没个对象 张贵芬心急得紧 要说小黑这孩子倒也不差 模样上过得去,也有着一把力气 只是父母60年时被饿死了,家里穷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结婚三大件 娃子实在买不起 于是娶媳妇的事就耽搁了下来 看着虔诚的张贵芬 寺庙主持不受控制地留下了两行热泪 思索了片刻后 他试探性地询问张贵芬 能否把香奴里的闻香灭掉 太辣眼睛了 戴着大姨的手表 穿着借来的夹克 小黑自信满满地见了张贵芬 给她介绍的相亲对象 交谈很愉快 愉快到两分钟就结束了 看着姑娘远去的背影 小黑心中泛起了嘀咕 这也没说错话呀 为啥一声不吭就走了 你和我妈同时调合理 先救你不对吗 这样水位下降了 俩人不都得救了吗 想了十分钟也没想明白 小黑决定回新庄 许是菩萨被张贵芬烧得闻香感动 他亲切地给小黑送来了一名高人 丁云鹤 两人等船的途中 老丁表示 自己是个瓜匠 研究了一辈子西瓜培育技术 前几年杂交出以新品种瓜 他出来找合适的种植场地 听人说新庄的徒弟不错 他想过去看看 小黑闻言 兴奋不已 这真是君子不强 自自强不息 只要不强就能不息 正郁闷娶不到媳妇呢 老天爷就扔了个送财桶子下来 等以后有了钱 什么媳妇娶不到 心中有了盘算 小黑的态度又亲切了几分 他一边热情地帮老丁拿行李 一边委婉地询问中瓜的具体情况 当听到没目的可以收入八百块时 小黑差点开心地蹦起来 八百块 孙知书老赵一年也探不到这么多钱 所为村民小组组长之一的铁锤 见识可比小黑高得多 直到询问了详细不能再详细的细节之后 他才放下了戒心 铁锤也不得不感叹 这小黑还真是寒人有憨福 触记相个亲都能领回来一个高人 要知道 一亩地玉米的收入也就一百块上下 扣去农药和人工成本 基本也仅仅够吃 要是按老丁说的种上西瓜 光是一亩地就能多出大概七百块 这还不算 老丁的西瓜生长周期只有短短的一百二十五天 等六月底卖了瓜 还能种上一剂白菜 这妥妥一个会点湿成金的高人 仅用一个瓜担子 就能负起一方人 对于高人 自然是不能说钱的 太俗气 要说圆 至于多少圆 老丁表示 每亩地八十圆 他出瓜种子和技术指导 孙明们负责种植 等卖了瓜 每亩地抽成百分之十 并且 这期间他一直住在村里 随时帮忙解决关于西瓜的任何问题 放下了老丁的身份证 铁路职工退休证 右派平反通知书 铁锤认为 这个合同可以签 老丁自己都说了 要是每亩地的收入低于五百块 他自己掏腰包补偿一百 怎么算都不可能赔钱 自己种上两亩地 等明年六月瓜一麦 三间大瓦房的钱就有了 想到此 铁锤赶紧让老婆煮了五个鸡蛋 可不能让老丁这只倒嘴的鸭子跑了 等听完铁锤的来意后 村支书老赵摇了摇头 大规模的种西瓜 这在新庄还从来没发生过 种粮食能吃 种棉花能穿 种烟叶能卖 种西瓜能干嘛 领导踩上去合影吗 再说了 地里都种上西瓜 来年的公粮拿什么交 没得到知书的同意 铁锤又私下找到 另一个组的组长赵全 两人商量后决定 偷偷组织组里的村民们自行报名 至于拿出多少地种瓜 大家自己决定 大不了来年出事 这组长不当了 铁锤让赵全把心放到肚子里 这又不是南泥湾 也不是种粮素 能出什么事 两人第二天便召集起了各自族里的村民 在听了老丁的介绍后 大家正先恐后地报了名 就连村头的正寡妇 都爽快地签了两亩地的合同 大家不傻 辛辛苦苦地种粮食 三五年也很难赚到这个钱 再说了 合同上白纸黑色地写着 母产低于五百块 还能拿到一百块的赔偿金 这买卖怎么看都划算 至于合同上的百分之十的提成 大家并没有放在眼里 只要他丁云和的瓜能母产八百块 就是给他一百块又何妨 合同好签 老丁的住处却不太好找 村里有空房的人家 大多是小黑那种单身汉 脏不说还不会做饭 总不能让人家贵客自己做饭吧 找来找去 只有正寡妇家比较合适 有空房会做饭 院子里还有口独立的水井 至于闲话 没人会说的 一来老丁的证件里有老婆的照片 不管是长相还是气质 均秒杀正寡妇几条街 二来 大家的瓜还得指望着老丁的指导 没人会自己找不痛快 孙子里有个事情 向来是瞒不住的 大家要种瓜的消息 很快便传到了直书的耳朵里 对于村民们绕过自己 老张心里极其不舒服 没等铁锤开口 老张就定下了吊子 上集说了要种烟业 一切要听从党的指挥 很快 老张就感觉到事情似乎起了什么变化 村民们的反应有些不太对劲 作为组织者 铁锤愤怒地表示 大家不想中烟业了 去年烟草局硬生硬把烟业的收购价压了一半还多 为了防止冲突 老丁打起了圆场 他将自己的合同样本递给了支书老张 老张能当上村支书 除了党性坚定外 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审视度势 仅仅过了半天 老张的傻儿子木圈便带回了画 自己家也要签两母弟的合同 至于烟业 少种点一丝一丝得了 有了村支书的加入 西瓜种植进行得极为顺利 顺利到那个两分钟的相亲对象 都和小黑重新耗了起来 有了盼头 大家的生活均充实了不少 就连说话也硬气了许多 在经历了一百多个日夜的看护后 西瓜终于成熟了 大家开心地拉着刚从地里摘下的瓜 去县城卖 收获的喜悦洋溢在村民们的脸上 和种瓜一样 卖瓜也极为顺利 只要是新装的新品种瓜 国品收购站一律两毛一斤 照单全收 看着手里崭新的票子 村民们的嘴张得能塞下两只鸡蛋 大家从没想过能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 毕竟几年前穷得连鞋带都买不起 如今卖几个西瓜担子就能赚到几千块 被金钱冲回了头脑的铁锤 甚至跑到了供销社 买了三件十六块五的衬衫 宣个付 就连有着光明前途的售货员都被惊呆了 也不是每个人拿到钱后都很开心 正当铁锤琢磨着劝老丁来年搞个西瓜种植基地时 村支书老张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光自己两亩低的瓜就卖了两千一百四 前合同的村民大概四十多户 粗略算下来 丁云和的收入接近一万块 要说不眼红那是不可能的 老张相信换成谁都会眼红 但作为支书 这点钱也不至于让他太过眼红 老张担心的是藏在一万块背后的东西 就说这种西瓜的事 里面和党的领导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恰好相反 没有了党的领导 大家瞬间就治了腹 当村民们发现了这点时 谁能没个想法 村里的队伍以后怎么带 大家是听得张米归的 还是定云和的 当然 这些话肯定是不能摆在明面上说的 这件事肯定也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干的 坏事嘛 就要大家一起干 你成全我 我成全你 到时候谁也别埋怨谁 自己帮村民们省了钱 村民们帮自己稳固了统治 见他欢喜 思索间 老张便想好了对外说辞 为了更加符合政策 为了更加公平合理 对于老张的小算盘 铁锤是琢磨不到的 他只是一个劲的摇头 这合同白纸黑字 总不能耍无赖吧 况且老丁也说了 最贵两毛三 最便宜一毛五 一律按照一毛五抽成 现在反悔 谁账得了这口 见铁锤立场坚定 老张又转头汇悠起了赵全 相比铁锤 赵全就好说话多了 他只有一个顾虑 给丁云和上眼药 来年他不教大家种瓜怎么办 在得到知书一切抱在我身上的答复后 赵全按照知书的意思 再次召集起了村民 大家的神情和卖瓜时并无多大差别 当听到可以少拿一半的抽成时 村民们纷纷表示 村知书这是为全村人母福利 大家坚决拥护在 以村知书张米贵同志为首的村委会周围 坚持99年不动摇 甚至有村民表示 丁云和太无良了 去年仅仅因为自己没签合同 就不教自己种西瓜 大家并不傻 喊口号是因为赖账时 总要把锅甩出去 既然你天天要领导我们 那出了问题 锅肯定是你的 你要领导权 我们要利益 要钱 大家互相演演戏也挺好 新庄的团结 此刻显现得淋漓尽致 和他们签合同 不是看合同上给你什么 而是看他们想给你什么 在村民们热烈的讨论中 只有铁锤一言不发 他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一个知书赵米贵 而是村里的所有村民 铁锤呆呆地看着脚下的刘秀木 看着刘秀木前的那些石像生 不知在想什么 我想铁锤如果读过几年书的话 此刻很大可能会想到这样一句话 收天下之兵拒之咸阳 消风低 注意为金人十二 以若天下之民 经过简单的商议 在张米贵的领导下 大家制定了三步走策略 一 抽成减半 二 给丁云鹤扣个资本家的剥削帽子 三 抓丁云鹤和郑寡妇一个奸情在床 村民们也知道 说好的10%突然单方面更改为5% 丁云鹤一定会有意见 但如果把后两条坐实拿来要挟 问题就解决了 完全可以让丁云鹤给村里当几年免费的中瓜指导 喜悦再一次洋溢在村民们那扭曲的脸上 似狐狸 似狮子 大家也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 当初在城里下馆子都不给钱 如今几个破西瓜就要拿走几千块 没门 计划很周密 只是实施时出了差错 负责偷听墙根的小黑和木圈 躲在树上时不小心掉进了郑寡妇家的鸡窝 郑寡妇可不干了 牺牲老丁幸福全村 她没意见 但牺牲她可不行 听到争吵的村民们纷纷从床上爬起 爬到树上 爬到水里 爬到墙上 开心地吃着瓜看着热闹 郑寡妇骂了一夜 一直骂到小黑和木圈均躲了起来 木圈钻进草垛 身一半入 只落靠尾 小黑在假妹仔粮仓里 穆斯明一侠慎 老丁可没郑寡妇那么好说话 既然撕破脸 那就按照法律办事 他来到宪法院 希望院长能主持公道 院长让老丁把心放进肚子里 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是不是法治国家不知道 只知道老丁刚走 院长就将事情通知了新庄之书老张 老丁的思想工作 自然是要老张来做的 他拐弯抹角地劝老丁 见好就收 四千多块呢 不少了 县委书记一年也搞不到这么多钱 他不相信老丁这爱过批斗的人 会看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谁说不运动了 他说你就信啊 过几天换个名词再来几次 这四千块钱就是死亡通知单 见定云鹤不松口 老张又将此事汇报到了县委 得到县委书记的重要指示 法院院长改口了 他劝劳老丁要辩证地看待问题 任何事情都有着两面性 你拿得少了 群众们自然就拿得多了 老丁收了合同 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新庄 他算是看明白了 在这个村子里 不仅没法律 就连基本的离异人之信都没有 自己本来打算用这笔钱 帮村里盖一座小学校的想法 倒是有些自作多情了 或许也不能这样定义村子 在村民们躲温神一样 躲着老丁时 铁锤一言不发地 帮老丁推着行李 他掏出自己的那份5% 务必让老丁收下 我想让你知道 新庄 还有一个绝不出卖信用的人 自此以后 新庄就再也没人见过老丁 第二年 村民们有些后悔了 到处搜寻 可一个云游四方的人 去哪找啊 又到了来年 村民们也不寻找了 仿佛老丁 就从来没有在新庄出现过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